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做个养车多少钱的影片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做一期 我们选择的车款就是最近最入门的 Prodo Asia 因为有很多的网友问我们这款车养起来要多少钱 而且其实很多人选择的是 X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算一下 X 5年拥车成本要多少钱 我们有询问那些网友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选择 X 车型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辆车型就有 LED 灯了 它的 LED 灯设计确实还不错啊 另外一点就是他们表示他们并不需要数位化语表 他们不需要触屏主机 还有不需要 XS 3.0 所以选择这个 X 版本呢 其实就是非常适合的选择了 在这款车的部分呢 它的价位大概是在 4 万令吉左右 所以呢 我们就以这款车来计算 这款车的售价大概是 4 万令吉左右 如果是以 10% 的头吸管计算 第一期你需要交付 4000令吉 另外呢利息我们以 3.5% 来计算的话 那么每一期你的工期大概是 438令吉左右 不过在这边要提醒各位 如果讲你是第一次买车的话 那么银行给予的利息可能会高一点 就像我们的小编之前去接这个 ASIA 的 RUN 呢 它拿到 3.68 确实是会比较高一点啦 所以呢 所以就看大家这个能力到哪里 然后去选择这样的车款呢 还有一点就是不同的银行呢 它会给予不同的这个利息 所以如果你买车的话 记得叫你的 SELSPAN 多比 3 加的利息才做选择 至于保险的部分呢 大概是在 1800令吉到 2500令吉左右 同样的也是要看个人 这一个是没有办法做一个确定的数字 只是给大家参考啦 所以如果是前期你买车的话 你要准备的就是你的这一个 头期跟你的保险费用 这两个是跑不掉的 根据我们从官网数据计算呢 它的 5 年 Service 费用是 2799.95 是不是很便宜 如果你平均算下来的话 你每一次 Service 的费用大概是 278 块而已 对于一台入门车来讲 我觉得这样子的费用其实是 非常的清明啦 我以前的 Proton Service 是差不多价钱 所以这个价位我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呢 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一辆车的 CVT 油 是在 100 千的 Service 的时候才更换 价格也不贵 100 千的 Service 呢 它的价格大概是 404 块 1 毛 7 所以你算下来如果加了这个 牙油然后再加了引擎油等等的 Service 费用才 400 多块 好像也不贵 而这一次也是 5 年里面 PRODO ASIA Service 最贵的那一次 至于它最便宜的费用只是 156 块 2 毛而已 在这边我们会做出一个列表给大家看 它的 5 年每一次 Service 大概要到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啊 这个只是官方列出的数据 一般上一些 Service Center 呢 它会要你添加一些东西 好像什么黑油精啊 还有这个鱼刷水等等啊 这种是看你自己要不要去选择 如果你要选择的话 那么你的保养费用就会高一点 你不选择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 当然你是可以拒绝这一些额外选配的东西 就看你要不要而已 不过如果是我自己去 Service 车的话 我会看如果有一些东西我觉得需要的话 我会加入啦 这个是看个人的选择而已 还有一个要告诉大家的点 就是 Prodo ASEA 呢 3万 4万 7万跟9万的 Service 费用是一样的 208块 1毛7 讲完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来讲一讲它的 这个一般的这种零件更换的费用 其实这辆车还是一辆非常基本 非常 Basic 的车 它并没有太多的电子配备 所以其实需要更换的东西并不太多 另外呢它采用了这个电子助力的方向板 也就是这个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所以呢在 Service 的时候 它是并不需要去更换这个 Power Steering 有的 这样子呢也降低了一部分它的保养费用 基本上呢这台车你要顾的就是两个东西 就是它的 Brake Pack 还有它的轮胎 因为它全车系配备了14寸轮胎的关系 所以呢这个轮胎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啦 根据外面呢我们有去调查一下 14寸的轮胎价格大概是一条 130块到180块左右 主要是看你选择什么品牌 以及什么功用 当然我个人会建议呢 如果你可以的话你选择那种排水性 比较好的轮胎 因为马来西亚一直下雨嘛对不对 但是这样子的轮胎价格就会比较贵一点 可是其实原厂配来的轮胎 其实表现也不错啦 我开这台车上云艇 我觉得它的抓地力它的排水性都OK的 所以如果是你是比较少开的话 那么这个轮胎可能在两到三年内都不需要更换 而在你需要更换的时候呢 这个价格大概是130到180块之间啦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一次换4条才多少钱对不对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 Brake Pack 它前面采用的是碟式刹车 后面还是这个股式刹车 前面的这个 Brake Pack 价格同样的也是在130块到180块左右 一样我建议如果大家是情况允许 可以选择这个品质比较好的刹车片 因为这个刹车其实就是车子最重要的安全配备 所以呢 你们同样的情况允许的话 那么选择比较好的刹车片 可以给你一定程度的保障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车子的电池 因为目前的电池寿命大概是一年到两年左右 同样的也是根据品牌它的价格会有不一样 不过通常是在180块到250块左右 这个我觉得是你大概要准备大概是一年到一年半 可能就需要更换这个东西了 另外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是 可以的话在你的手机里面预备一些可以上门换电池的服务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当你的车子真的遇到电池没有电的情况 你也可以马上多拨通电话 他们就可以来援助 但是当然收费可能会有点高啦 最后的最后 我会推荐怎样的朋友买这款车 有几种 首先如果今天你说要买一台车 给太太代步去买一家菜再送孩子上学 那么PRODO ASIA X 其实也很不错了 基本的功能都有 基本的安全配备也有 另外呢 刚刚出社会的朋友呢 也非常适合买这款车 因为其实工期呢并不带有压力大概是430多块一个月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范围 而且这辆车的油耗表现也非常的出色 在我之前试驾的时候 我开了300多公里呢 只用了半缸的燃油 所以我预测如果你顺顺开满缸的话 可以开450公里左右 至于每次填油的费用大概是在60块左右啦 我自己打油是60块 所以我觉得60块跑450公里左右 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同样的也是要看你平常驾驶路况 因为我在驾驶的时候是比较多长度驾驶 跟跑去阴阴一下下啦 所以我的油耗表现可能会比较出色 你天天塞车的话 那么油耗可能就坐不到450公里那么漂亮 但是我相信380公里到400公里还是有的 这台车子确实很适合一些 只需要代步车款 Point A to Point B 的朋友 那么你怎样看呢 你觉得这个Produa Asia 的养车费用 是不是还蛮低廉的呢 影片的下方给我们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类似的影片 以后我们会再做 那么记得订阅一下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